2020年马上就要到来吧 那么很多人就要求让我讲讲2020年的这么一个流年运程 其实在讲这个流年运程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给大家讲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笼统 学过命理学大家知道 这个我们不能是什么 不能简单的以生肖论命 以生肖论命 这个事也是不科学也是不客观的 有很多人都去怀疑我们的四柱 年月日时的这个组合 那么生肖论命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那么我呢就试着给大家去讲几种情况 今天呢我们先讲讲2020年的这个流年运程的这种庚子嘛 那么这个庚子 庚子的话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讲和 那么我们下一步 再下一步我们讲讲冲 我们再讲去讲一下行 通过每一个行 冲克 行等等的这种变化关系 我们来根据自己的命局大运 还有我们流年的这个变化 我们来自己判断一下自己的集羞 首先那么就是耿子流年 那么耿子流年 它和有几种和话 和什么 生子和 对不对 生子和 子成和 生子成和 那么 子丑进行相和 那么在和上 无非就是这三种情况 四种情况 生子半和 子成半和 生子成和 这是三种 那么加上一个子丑相和 是不是 这是四种 基本上就是这四种相和的方式 再加上一个天干 以梗相和 那么相和无非在我们的命局当中 它就会出现这几种关系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喜迹 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喜迹 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喜迹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讲法或干什么 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什么呢 大家来看 子成相和 生子半和 生子成和 如果说它全都和了 那么和出来是什么 和出来为水 那么这个时候 在之前的讲中我也讲过 不是我们看到它相和 它就是好事 它相克 它相害 它相行 它就不好呀 这是大家在思维 惯性 定式当中 有一个非常之道误区 就是因为和 它就是好 不和 它就不好 对不对 一经上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不好 也没有 哪个是真正的喜 哪个是真正的忌 你今年为水 水可能是你的喜用神 但是有可能就是别人的 记用神 这就是为什么 在经济条件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 经济形势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 为什么还有赔钱的 是不是 按道理来讲 国家的经济增速特别的快 经济的这么一个景象也非常的繁荣 是不是 各方面的指标也非常的好 货币流通速度也非常的快 等等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发财还有些人能赔钱呢 那么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这种环境下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赔钱的 所以说这个水为你的喜用神 就不一定不是别人的寄用神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和 和有两种结果 哪两种结果 第一 如果为你的喜用神 那就是好 如果为你的寄用神 那就是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婚配方面的一个体现 就是这样 和那些属相相合的人结婚 为什么还会离婚呢 那些属相进行相合相行的这些人结婚 为什么还能一辈子长久呢 是不是 所以说单从这个方面来看 它是不科学的 问题是关键点 那么就是我们的喜迹而决定的 那么它出现了第一次这几种情况 我们来分析 无论是子成合还是生子合 那么它合出来的一个状况 无论它合化不成功 还是合化成功 那么都是水旺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 我们的命局 水是否为喜用神 是不是 我们留年为止 我们大运当中有成 我们的命局当中有生 等等的这种情况 那么大家自己来对照一下 那么有没有这种生子成子成生子 这种半合和三合的状况 那么如果合化了 或者说合半了 这个时候 它都是水比较旺的一种体现 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吉凶 那么就是看水是否为我们的什么 喜用神 这就是它的吉凶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大家自己对照一下 这个流年的运程就好了 那么它另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职丑进行相合 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命局当中 有没有愁土 我们大运当中有没有愁土 对不对 如果说愁土 为我们的喜用神 也就是土为我们的喜用神 那么职丑进行相合 那么也是吉的一种体现 但是如果说水为我们的喜用神 如果说水为我们的喜用神 这个庚子的知水 为我们的信用人 这个时候知丑进行了相和 那么知丑进行了相和 就会势必 怎么样 对水的力量造成压制 是不是 那么完全合化成功的话 那么知水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个时候 它更是凶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活看活用 大家了解了吗 那么就要看 谁是信用神 还是土微信用神 如果说是水微信用神 知丑相说 那么它就是什么 凶 如果说是土微信用神 知丑相说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吉的一种体现 我们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喜用神是什么 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 确定我们今年流年的吉和凶 那么这就是它的真正的要点 那么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另一种情况就是 以梗进行为相和 那么以梗进行相和 和化为什么 和化为金 是不是 那么这里面它还没有一个 和化成功和合伴的一个状况 那么以梗相和 至少是巩固了金的力量 那么和化成功了 那么金的力量就会更大 更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 金是否为我们的喜用神 如果为喜用神 那么它就是好 如果说不是我们的喜用神 它肯定就是不好的 不顺的这么一种体现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流年运城 梗子相和的一种情况 那么以后下两节我们再讲冲 再讲行 那么我们自己来对照一下 我们的大运 我们的命局现在都已经是不变的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这个流年的 这个梗子年和我们的大运和我们的命局 会发生哪些变化 那么发生了这些变化 我们就能知道五行之间的一个变化 忘衰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喜迹标准 再和这些五行忘衰变化的这种结果进行对比 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今年的鸡和胸 对于普通人来讲 他肯定能知道鸡和胸 但是对于非常专业的人来讲 或者学的比较好的这些朋友们来讲 那么他就可能知道是什么 就会知道一些事情 具体哪方面的事情 如果说再高级一些的呢 他可能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个月份 哪个季节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自身的一个水平 自身对命理学的一个领悟了 大家都可能都是业余的嘛 所以说业余的我们有的时间去验证 慢慢的来慢慢的去学 你就会找到这些关系变化的一些调理 一些方法 也就是说看到一个命局的时候 看到哪个流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能一针见血地找到他的要害和关键点 这就是流年允城耿子相合的几种情况 大家看一下 对照一下